前两日 梅雨集中火力攻击浙中南地区 京华 渠州等地次生灾害频发 从7月2号开始 雨带北台 这中北地区成为主要降水区域 持续降雨 预警不断 全省江河湖库依然保持高位运行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情况 现在是7月3号的凌晨一点多 我们可以听到此刻分红炸 仍然是发出了非常大的声音 可以说分红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身边有30多名来自村镇的志愿者 仍然是坚守在现场 可以说是为安全图训时刻准备着 昨晚7点30分 十里区双桥分红炸断水位迅速上涨 以超8.2米的分红水位 平耀镇当即成立临职指挥部 于20点45分开启双桥系红炸进行分红 巡查人员发现 在分红炸下游约100米处 有多处渗漏及轻微管涌 随即采取抢险措施 吊派车辆运来20吨左右的石子 均匀地铺设在管涌处的周边 这个渗漏点和管涌点的水是比较清澈的 那么说明没有把原来低渗的一些泥土带出来 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渗流 我们临时采取的一些措施 通过一个反律将整个低渗的清水导流出来 可以比较好的保护整个地产的安全 从昨天11点半开始 戴溪镇的老虎潭水库就以每秒30立方米浴泻 但受本轮强降雨影响 水库水位今天依然超过煤迅期控制水位 今天实时 老虎潭水库加大到每秒40立方米泄洪 我们水库范围内局部那几个平均雨量达到了将近70毫米 所以今天我们是水情监测预警与调度中心 对我们老虎潭水库进行二次调度 尽快地降到我们煤迅信线水位以下 受强降水影响 为防止太湖水倒灌 湖中市环湖大梯上的五座多孔水闸全部观察蓝红 记者从湖中市水文站了解到 目前太湖水位超景界水位19厘米 湖州东部平原 湖超景界水位40厘米以上 防洪形势严峻 这里是新昌县的长条水库 大家可以看到水库正在进行一个泄洪的操作 泄洪量是达到了50立方米每秒 据了解这座水库与新昌江的上游 前两天的洪水是水库的水位一度超过了迅线水位 而这两天的连续操作 水位现在已经降到了迅线水位以下 长条水库位于新昌江的上游 是一座大型水库 主要功能就是防洪 之前蓝蓄了不少上游的洪水 目前长条水库的泄洪量 已经达到了860万立方米 这次泄洪降低了自身防循压力 气象部门预测 门雨带仍将南北摇摆 我省各地震雨或雷雨多发 以对流性降水为主 届时短时局地暴雨 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出现频率较高 容易引发局地小驴玉山洪 山体滑坡等刺生灾害 浙江台报道